凌晨大马路上 围婷的小黄问奖 听到远警要开单 整个人都急了 机会没有那么多啦 我站在这边就是给你看了 给你机会了 我没有接受零点 没有啊你接受没关系 你跑了 那就是不服计达取递 原来他围婷看到警方盘查 立刻心虚想落跑 却忘了自己没记安全带 这边帮我签名一下 你没啊你 后这下惨了八倍远警 打一个正招 看到罚单硬出来 还敢爆气丢到远警身上 慢动作再看一次 问奖先是双手 结果红单下一秒 左手就把红单往远警丢了过去 眼看玻璃是大人 也被惹怒了 小黄问奖态度180度 大转变乖乖乱话求饶 但是他究竟发生什么事 原来当时正值九克散场时间 小黄问奖疑似为了贪图方便 竟然直接把车停在信义威瘦 跟白货中间的这条斑马线上 直接挡住了要到对面搭车 民众他们的路 信义区夜店酒吧密集合罪民众 输不完凌晨更是小黄的一级战区 为了避免交通混乱远警都会加强周边巡逻 同时也以劝导之多 民众如果不服宏丹取缔 后续可陈述意见进行申诉 如果不服申诉结果 也可再提行申诉送 但如果以丢宏丹或是辱骂远警的行为 可能构成刑法妨碍公务罪 最终可处三年下有期徒刑 本来劝导就没事 但这一闹再多一条手违法 违规林平也被开红单祭典罚钱 真的别胡闹了 民事新闻网云军刘日齐 台北采访报导